清明節快到了 不過因為從國外進口原料 漲價的關係 現在紙錢的價格漲了將近一倍 還有因為麵粉價格一路攀升 嘉義知名製作潤餅皮的老店 也將售價從去年的美臺金一百五十元 調漲為美臺金兩百元 排除每份五十或一百元 不同價位的金紙 銀紙讓民眾選購 因為現在買紙錢要買到 跟之前一樣的份量 最多恐怕得掏兩倍的錢 業者說紙錢因運費原料上漲 大盤商調整售價後 下游不得不乾淨 雖然臺灣為了響應環保 國內業者大多不自己生產 從越南 印尼等國家進口 但這波原物料及運費漲價 還是反映在價格上 民眾說祭祖不能免俗收紙錢 負擔變大還是得買 而清明節應景食物潤餅皮也一樣漲價 嘉義東市場這家有七十年歷史的潤餅皮老店 大排長龍 但麵粉等原物料不斷上漲 店內的潤餅皮也從美台金一百五十元 漲到美台金兩百元 讓民眾最有感的民生物資 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 接連調漲 讓他們大喊吃不消 虎笑說希望有天 薪水也能跟上這波漲潮 記者王庭 陳顯坤嘉義報導